喂喂 這樣有聲音嗎 好就是有點訝異了這麼多人 因為我們想說一開始選Appscript這個主題的時候 因為Appscript其實在台灣 甚至連中文資料都很難找到 所以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 然後因為像 不過Appscript它涉及到概念 其實Appscript已經出來好一陣子 但其實在Google 我自己覺得它在近幾年是有比較認真的在維護它 並且讓它的功能變得更強 這其實一部分可以拉比較大來看 就是同時因為在香港跟在日本 其實Appscript都是有蠻上升的趨勢 主要原因是因為Appscript很適合用來做 自動化工具的處理 這是待會兒會介紹到的 那會像香港跟日本這地方人工比較貴 所以例如說像我之前去Google 日本Google這邊的論壇 那其實蠻多的Talk都是在講Appscript 那今天的大綱來說 我不是在這邊大家這樣看不看的字 因為我選底選不好 就只有這兩頁是這樣 主要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RPA 那RPA是一個最近比較新奇的概念 然後以及我們在做RPA的時候 一般會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那為什麼Google Apps Script 是一個很好去攻克這個難題的一個小的工具 它真的是一個技術上蠻簡單 而且有時候以程式來說不夠嚴謹的Service 但是它的好處就在於說 它開發一個服務的速度可以到非常快 那如果你是解決一些生活的疑難小事 你可能不想把事情搞到這麼high level的話 我自己覺得Google Apps Script 是一個相當好的工具 那接下來還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自己平時就是有在用的一些小的 就是我自己做一些小Service 那它怎麼樣幫助我的工作可以更順利 然後更不用處理一些雜事 然後最後再說明一下 就是GS其實它是用蠻多坑的 那跟大家可以先介紹一下可以避開 那對大概是這樣 好所以首先先從就是 就是RPA到底是什麼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如果大家是developer的話 大家可能多少聽過這一句話 就是懶惰的工人師通常就是好的工人師 因為我們的事情就是把事情變得更簡單 這樣所有人人工不用做 電腦幫我們做掉就比較好 那我們自己以前在看新聞的時候 像這些新聞我記得是我那時候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出來 就是會有一些新聞跟你說什麼 啊有一些工程師啊 他真的把所有的工作包含血扣本身 都自動化 所以他每天在辦公室就是兩眼發呆 看著螢幕假裝有在做事 然後還是照樣領薪水 那不知道大家 就是右上角是個非常古老的 應該是英國劇吧 就是叫IT狂人 最近Network也有上 它裡面就有一段就是說 因為每個人打到IT IT就只回一句話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把電腦關掉重開 然後第二句是你有沒有開電源 所以到最後他的主角 他就做了一個自動的打路機 就每個電話接進來 他就會自動開始跑那個打路機說 你有沒有把你的電腦重開 然後對方就會說 啊我試試看 他就自動回謝謝 那這些東西呢其實 都是所謂RPA的概念 RPA的全名 就雖然這個詞看起來很潮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但它其實本質上來說 就是讓電腦幫你做事啊 就是你把一些 按照定義來說就是有規則性的 所以它才可以寫程式 有規則 然後呢可以機械化的東西呢 但是又要求很高的精準度 也就是說它如果是人工來做的話 人會需要非常focus在每個細節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適合 全部轉到機器這邊來做 那如果比較直覺一點概念 你看到第二段我沒有特別畫起來 但他說像電腦有一雙自動的手 所以有點像Selenium 它是自動控制瀏覽器的嘛 那所以RPA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希望讓電腦可以自動 把我們一些很繁瑣的東西 都自動處理掉 那我們工作中 我覺得可能學生的時代還好 我們真的進到工作中 其實會有非常多很繁瑣的工作 例如說 你的工作可能是Developer 但是你的老闆就會叫你要寫 每週的上班的週報啊 或什麼有的沒的 那這些其實都是 講真的都是小事 但是如果能夠不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有用一個低成本的方式來不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也都還蠻值得嘗試的 那也是今天我想說 想要來分享一下其中一個原因 那所以像我們來看剛剛那個 就是自動處理事情的那個例子 就是剛剛那個新聞 它實際上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它每天晚上如果9點 還在 就電腦還開著的話 它就會寄一封信給他老婆說 工作晚了 加班很累 那如果他早上一定時間到 就是一定指定時間到了 他還沒有登錄電腦的話 他就會幫他寄另外一封信 跟老闆說 這個 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就會說什麼 他身體不適 必須要remote work 只是那一支程式的名字叫做數字 所以就幫他數字的時候 就會自動啟動這個程式 那 像這些啊 其實都是非常典型的 RPA的例子 當然後面會介紹一些比較更正經的 所以才會有商業化的用途 那 RPA這概念 我相信可能大家多少都會認同 就是說 能夠讓事情自動跑 我幹嘛要過來做 但是 我們生活中 卻真的很少看到類似的事情 在我們周遭中發生 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就麻煩嘛 就是你為了省去這些麻煩 那你可能要先花更大一份工 你要架一個server 什麼有的沒的 把這些東西喬定之後 你才終於可以不用寫工作周報 其實有時候會有殺雞焉用牛刀之感 所以 GS它有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減少這些事情 但是它開發部署這些事情 可以到非常快 所以像我們一般在進行一個 就是標準的 RPA side project的時候 因為一定是side project 正經的工作通常 沒到那麼 就是不會有這麼鬧的 那 你通常都會有現有一個想法 你會覺得 很棒 但等你真的進去開發的時候呢 你才會發現 其實那個想法本身呢 要把它用到周延 你必須要加上很多很多 妹妹嘎嘎的東西 然後呢 你就要開始要處理server啊 server可能會掛掉啊 你要處理db啊 你有一天要改schema 有了沒有 全部加起來的時候 其實 講真的 我當初就是不想寫工作周報 你拉了這麼多長 就是拉了這麼長一段之後 講真的很多時候 開發這種side project 你是為了好玩 你是為了 自己有一些feel 並不是人家付你錢 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那個feel的感覺 很快就過去了 所以 你到最後可能就會覺得 啊隨便啦 反正 就寫個工作周報嘛 就算了 那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 可以透過 Appscript來解決的 他其實有個動畫 就是 喔 不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不好意思 好 我們進入暫題 講一下 就是這一次 就是想要講的 就是Appscript Appscript其實就是 日文剛剛提到 它已經出來很久了 那你從它官方的 那種介紹的圖 你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Appscript是一個用來 叫動所有 也沒有到所有 蠻多Google服務 的一個 算是讓它自動化的語言 那 它可以 Handle的範圍呢 包 欸 多跑了一頁 它可以Handle的範圍呢 包含上述這些東西 有一些我甚至都念不出來 但是例如說 像 Spreadsheet 這其實是它最主要應用 Spreadsheet 你平時會寫Google Docs 就基本上 G Suite上面的 大部分的東西 都會包含在 Google Apps Script的範圍內 那只要包含到 這個script 就只要包含在這範圍內 你就有辦法 幫它做自動化處理 所以包含到一些 甚至是我名字 都叫不出來的服務 然後像Google Translate 這些 其實你都可以寫一個script 去控制它 所以例如說 你有翻譯的工作 你也可以透過 Google Apps Script 幫你寫一個小小的 自動化程式 讓它自動的 在指定的時間內 丟去翻譯 那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Google 都幫你做好這些事情 那你就不用自己 再開發一次 那這模仿程度上 也會讓你整個 想要減少工作的事情 變得更加簡單一點 那 我為什麼覺得它很適合 用來開發自動化的服務呢 主要 還有G Suite相關的服務 因為它本來就是 用來控G Suite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是 它基本上是一個 Serverless的服務 所以 你在處理的過程中 你不用特別去Handle 例如說 Deploy的那些 很麻煩的細節 你也不太需要 去Handle環境 因為你開發的時候 你就直接已經 進到 Google Apps Script裡面的 Console開發了 所以就不太會有 整合的問題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 它可以叫動 非常多Google服務 所以Google已經幫你做到的事情 你就可能不用再 磕一個Mailer 你就可以直接用到 Gmail的服務 這個也可以讓你 開發速度可以 變到更快 然後接下來 這個會比較tricky 但我個人覺得是很好用的 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用 Spreadsheet來當作DB 這個其實 我覺得講出來 會有蠻多人 會覺得很confused 因為講真的 Spreadsheet不是一個 很好用來當DB的 代替手段 但是它會有幾個優勢 第一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在講求一個 非常快速的開發 甚至是 可能你的PM 連規格都沒有很清楚 或者是 你在開發side project的時候 你應該不會像一般公司 開發流程一樣 先有一個PM的團隊 所以 討論了兩三個禮拜之後 才開出真正detail spec 我們在開發side project 是因為想到什麼 開發什麼 你要趁著那個fuel fuel還在 趕快開發完 所以 我覺得這個時候 透過Spreadsheet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它就可以減少很多 你對DB溝通的時候 一些繁琐工具 你再怎麼不計 你當然都會用DB 你在了解DB的狀況之下 你都還可以直接 進到Spreadsheet 你直接用手蓋 這樣開發的速度 就可以再更快 那像以我自己的案例來說的話 我基本上很多服務 我都會先用Spreadsheet 去跑 等到我覺得穩定了 我覺得規格不會再改了 那接下來就是效能的問題吧 所以我就會再把 原本的已經寫定的東西 在整個班移到正式的DB上面去做 那像對我來說 我覺得 在開發那種小型服務 或是你想做一些小的 那種創業嘗試的Side Project的時候 這其實都是一個 蠻可以參考的做法 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 最重要的優勢 這也是我覺得 像我有時候 就是真的遇到一些 GIS的雷點 但我也不願意換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基本上大體上的情況 都是免費的 它的免費的幅度 就包含 你每一個Function 可以跑的時間啊 如果你是有G3 就是如果你已經 你的Google套裝 本身就付過錢的話 其實你就已經等於 有買部分的GIS上面算力 所以你每一次方選 其實可以跑比較久 所以大體上 不太需要多花錢 所以像我自己 這講起來很不好意思 但我就會自己 有時候拿一些公司 就我有一些公司的Service 我就會直接寫在 公司給我的信箱 的那個G3上面 那基本上 我後來會提到 有一些就是 開始裡面 我已經用到買Intestive 例如說 我自己會寫一些爬蟲 每天爬五千多個網站 都還沒有碰到 然後 它每天 因為Google App Store 其實講真的跑比較慢 那它每天都已經要 跑快三四個小時了 我都還沒花到錢 所以 我覺得就是基本上 能用 前面也有講者提到嘛 就是 有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用Firebase之後 一個月來付700塊 所以 這個地方是免費 我覺得也是一個 蠻大的賣點 那 就是 GIS它為什麼很適合 用來寫Sidepress 基本上就可以想像 假設你今天突然想要做 你突然有一個很棒的點子 就是午餐集團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春夜 都會有這個點子 反正 你只要上班之後 你可能就不知道 午餐要吃什麼 那這東西的概念很簡單 你在發想的時候 一定就是 喔 我有一個 我戳它一下 然後它 Response說 要吃什麼 或者說午餐吃什麼 吃自己 就這樣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 當你這個東西 就真的這麼簡單的例子 超簡單 但當你真的進到開發的時候 你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你要不要interface 你總不會讓你的同事 每天Access到你的電腦 或者是用你的電腦 來操作這個程式嘛 所以你就會有interface問題 你input要一個interface 你output要一個interface 那 你可能還會需要 存店家資料 不然它真的只能回答你吃 因為它就只有一家 或者是寫死 所以你有可能會有一個DB的 這邊都還沒有談到 你如果有一個DB 如果你有一個資料庫的話 你可能要再控管理資料庫的admin 就已經這麼多工了 然後 你還要這整段東西 找一個server 丟上去 有了server之後 你是不是就會有 deployment 跟 就是跟你的 有些還會有staging production 然後你就要處理環境問題 你卻需要部署 大體上我們所有的 brilliant的想法 你所有的那種 覺得很酷 心血來操想法 基本上都會死在這邊 因為 就太麻煩了 我就只是 我就只是不想寫工作周報而已 怎麼會搞那麼麻煩 那 GS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你把這些 不重要的 因為它基本上是serverless服務 所以你就沒有server相關的問題 然後 它基本上 它雖然功能有限 但它可以讓你的 你的開發的全部的focus 基本上都回到你真正要做的 那個邏輯上面 你甚至連interface 就是如果你對於 interface的要求不高 你甚至連interface 都可以直接用 google內建的服務 這邊大家會介紹 就怎麼 做google的羊毛 但是 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 你可以讓你的開發過程 變成是 回歸到你原本想要開發的 那個邏輯上面 其他東西都盡量不要管 那 以GS來說 它會提供蠻多 蠻多類型的service 可以讓你做到這件事情 例如說 GS它是可以host 一個html page的 所以 你可以透過它的 html service 你可以自己刻 input output 但是講真的自己刻 就麻煩了 這都不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懶惰的人 然後 就像我就會有時候 會傾向於透過 google form 來當我的interface 就是如果對方 只是要輸入給我一個資料的話 那就直接開一個google form 我後面用GS去串它 它的資料就進到我的db 我就可以再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我連interface都不用刻 就是google form 至少那個界面 也有個60分嘛 所以這樣就解決了 然後 它也可以改開成API的方式 直接讓別的更正經的服務 來戳它 然後它提供一個response 那它的 然後它本身可以透過 do get 跟do post 來直接接那個 http的request 那 GS服務它自己也有 就是有一些 你可能是每天要跑的 例如說 每八點 就要檢查你進公司了沒 可能每八點 可以檢查你的email 有沒有活動啊之類的 它有提供trigger的功能 就是 有點像是 你在server上面有counterjob 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圖訊話 基本設定 所以你連code都不用寫 上去叭叭叭叭 就結束 然後output的部分 就是你 當然會需要比較正經的output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正經的寫一個html 配出來 那 這邊我還可以推另外一個 但是我真的是個很懶惰的人 我們會介紹一個東西 叫glideapp glideapp是 我覺得對於非開發人員 非常大的救星是 glideapp是 可以一鍵把你的spreadsheet 做成 類似像mobile service的pwa 所以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呈現 你就只要思考好 我該怎麼把東西 整潔而乾淨的 塞進那個spreadsheet 然後接下來你所有的view 都靠 那個glideapp幫你刻pwa 那這樣的話 又可以讓你的開發速度更快 而且 你還開發到mobile web去 也不是mobile web 因為 反正它有提供一些pwa的方式 就讓你感覺它很像app 所以你還可以做出一個 87%像app的東西 然後 在db方面的選擇 當然spreadsheet 真的是最low的 那你如果要更震驚的話 它也會提供各種升級方案 你可以升級到 claw sequel 甚至是 假設你要處理的資料很大 像我自己有一些小test 就是 我會需要從公司的 Bitquery裡面去抓一些資料 回來做處理定時 所以它其實也都可以連到Bitquery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google的服務 所以 它在呼叫這些服務的時候 基本上是無痛的 它們本身就是整合得非常好 那 講了這麼多 到底可以 就是它的功能 它到底實際上在生活中 可以用來怎麼做呢 所以這邊是一個範例 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主要不是開發的 我自己不是我們公司主要開發的人 那例如說我平時 在公司裡面 我就會看到 我們公司有一個部門 我覺得還蠻悲慘的 就是 但是 它要處理很多廣告的數據報表 那它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它每天呢 都要伸一大堆的不同的spreadsheet 因為你知道 這業界其實政經來說 是很常用spreadsheet 所以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就要每一天去key in這些單子 然後針對不同的公司 從我們家的資料庫裡面 找出不同的資料 key in進不同的spreadsheet 然後再寄給不同的公司 那 這相當 這其實是相當繁瑣 講真的 公司這個東西就可以耗掉一個人力 我們公司就害了一個人 甚至是像最近可能會在家 就是 我們就用了負數的能力 付每個月的月薪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都完全可以靠 GIS提供的自動化功能來處理掉 所以 像以這個例子來說 喔 By the way 我覺得做GIS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揮一些想像力 因為其實 GIS是一個 是一個包裝比較好的服務 所以它其實就有蠻多缺陷 所以你要想辦法透過各式各樣的Google 去想辦法勾出你要的那個功能 它最後可能不會很完美 但它可以讓你很快的速度開發出來 所以像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所有的廣告系統 基本上都會是Servari提供 也不見得這麼完美 會是Google提供 所以就會有一些 各式各樣的聯播網 明不見現金賺的服務 那 所以我那時候做的事情是這樣的 就是 如果它本身有提供報表的話 我就讓它每天早上寄一份報表 到我的Gmail裡面 那 這次基本上每個服務都應該要 每個服務都應該都會有這個功能 寄一個東西到Gmail裡面 然後 如果它本身真的連報表功能都沒有的話 那這邊就真的比較麻煩 這要動用到GIS以外的東西 就是你可能要寫一個正經的爬通去爬它 那 但是你只要過完了這一段之後 你只要東西進到 你只要例如說你的DB 你只要Google的DB 你只要Google的DB 例如說進到Bitquery 你只要進到Gmail 它就進到Google的範圍 就是G的領域 你進到G的領域之後 剩下全部都是Google Apps Script可以做的 所以我那時候做的事情就是 我每天會有程式去 在早上的時候 會開始直接把每一封信件抓出來說 反正它是自動化寄信過來 它也會有一個自動化抬頭 所以我就辨識這些信 然後我就把這些信 帶來附件全部拆開來 然後把裡面的資料全部爬出來 然後 然後這些爬出來的資料全部都是 不同的廣告平台上面 每一個業主的成效 那我們就會在裡面去辨識 然後一個一個塞進去 各式各樣不同的 spreadsheet裡面 那它裡面用到的服務 包含 例如說你會用到Drive App 就是去控Google Drive 你會用到Spreadsheet App 就是控Google spreadsheet 全部都是 本來就是它提供的功能 所以這叫起來都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你把資料全部整理完之後 你就會開始分批建檔 以前我們公司還沒有辦法做到建檔 就是我們拉完了Spreadsheet 通常都是離線的 所以你甚至也不用Google服務 你可能會用 例如說Microsoft服務 那你就會 通常大家不會這麼完好 再去把所有資料都放在一個地方集中保存 所以有一天老闆下來問說 上次那一檔成效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大家說我再去開一下Gmail 但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甚至連就是資料歸檔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會自動發信給你的客戶 然後像這整個東西全部加起來 其實我才可能 我上面寫算寫五六小時 但我猜我真的實作的時候 甚至不到五六小時 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是在刻那個 東西進去Spreadsheet的時候 到底要呈現成什麼樣精美噴射的樣子 所以我才能夠給顧客看說 我這東西不是隨便做給你交差的 很多時候是在處理這個 但是真正的邏輯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後這樣公司就可以減少兩個人的能力 這樣好像是在製造失業 那像這個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其實我當初寫這個的核心 就是為了這個 因為就是股票上衝下襲 然後反正大多科技人都買科技股 感覺應該混得還不錯 那我那時候遇到問題是這樣 就是我每天晚上要去爬 也不是爬 我每天晚上要去看那些股票 然後很浪費時間 這麼多檔 以前你從美股做到台股 就是檔制實在太多了 所以然後又這樣我自己以前是念財務工程的 所以我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apply一些財務工程的算法 進去做一些分析 但是 講真的就麻煩了 所以 我那時候一開始做的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要做一個自動股票盯盤 它會每一天幫我瀏覽完 所有我應該要看的股金中外的 中外的 沒有股金 就是所有中外的股票網站 把我要的資訊全部抓起來 全部整理成表格 之後我可以apply我的財務 金融工程的程式上去做分析 那分析完再還是賠錢 但是以技術來說的話我覺得是成功的 那所以我實際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現在的程式裡頭 它每一天 這都是免費的喔 就是我都還沒動到Google要收費的那個界線 它每天就apply300多支股票 然後每一支股票會抓很多不同的網頁 去做它集中的比對 然後所以每一天它大概 我看過它大概抓5000多的網頁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都收集起來 那實際上做的事情大概是這樣 就是會有很多網站 美股網站 台股網站 總經銀股票的新聞啊 什麼有的沒的 那就像剛提到它會每天去抓 然後這邊就是你會用到GS的trigger功能 就是它每天時間到了就嘿叫 然後把東西抓進來 那這邊有個蠻特別的是 當你今天矛起來抓的時候 像我最誇張的是 因為我很多資料都是來自於 同一個網站 那它資料很碎 所以我針對同一個網站 可能就抓了3000次 在就10幾分鐘內 那GS裡面有提供一個蠻特別的功能 可能也不是功能 但是它們實踐的時候 它們會一直換IP 就你同一個指令執行下去 你可能是1分鐘裡面要爬100次 它其實它裡面就會有一個IPset會去輪 這可能也會讓你的程式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被擋下來 那接下來就是所有資料進來之後呢 就還是一樣的故事 先進到spreadsheet 我最近打算換掉spreadsheet 換成正經DB 但是反正它還是它會進到spreadsheet 然後spreadsheet完之後 它就會自己把你的神奇程式 自己做一個mapping之後 它就會自動寄信給我 或者是我的朋友 告訴他們說 我現在對於這個股票的分析是什麼 雖然都是錯的 但是它就會寄這樣的分析 然後如果你很無聊 你想說啊 這麼棒的錯誤資訊 應該要share給所有人啊 你就可以用剛剛提到HTML Service 把它做成一個 它這邊架起來都還是網頁嘛 那Google還有提供另外一個服務 叫Google Site 就是也是很少人用的服務 因為可能有點陽春 但Google Site裡面 就可以拉一個iPhone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網頁 丟進那個iPhone裡面 然後就變成一個網站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網站丟出去了 這整個速度也是非常快 可能夠不到10分鐘 就可以完成事情 那當你升網頁的時候 要給別人看 那你可能就會開始在乎一些美觀有的美的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你所有相關的前端東西 你到底這樣可能都可以透過那個 CDN的方式 直接在HTML層直接把它加進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你用這麼陽春的做法 丟出去的東西 會不會真的很陽春 這樣不會 因為你只要在前面CDN的方式 把那些比較 因為我自己不是寫前端 但你就可以把前端的東西拉進來 那這邊有一個蠻特別的東西是 像我們一般在處理 我們一般在處理股票相關的程式 大家一般都用Python Python裡面有很多股票相關的套件 最重要的應該是叫資料進來的這一段 那GS它其實就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但就像剛提到的 就是你要把現有的功能 去做各式各樣的排列重組之後 你就會抓到那個feature 所以例如說像 大家知道 每一個spreadsheet的service 其實都有內建一個股票的API可以戳 然後像以Google Spreadsheet的話 它是叫Google Finance API 它可以在spreadsheet裡面 把歷年來的股價 十幾二十年全部叫出來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 我就會有一個跳板就是 我會有一個文件是專門用來執行 Google Finance的程式 然後我再去Google Finance的程式 把東西抓出來 所以我就透過這個方式 我也有一個股票的API可以戳 速度會慢一點 但基本上 對於拿到資訊這邊就沒有問題 我就可以穩穩的 從Google Finance的API裡面 戳到所有股票的資訊 歷史資訊 因為大家以往對於GIS的印象 都是它是用來寫網頁的 所以這邊可以再多講一下 它事實上如果你要 sorry 它是用來寫那個spreadsheet 如果你要把它寫網頁的話 這邊可以多講一下 它基本上處理的過程是 你要自己在裡面架一個MVC的架構 然後它會有提供可以聽那個 postget 那你拉進來之後 你就用parameter來決定 這個postget應該要怎麼處理 然後再丟進你的controller 然後你的model就是從那個spreadsheet裡面叫 然後view的話 你自己可以伸一些htmlview出去 那你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架一個簡單的MVC 然後去跑 你要網頁service 外國有蠻多人是直接寫好 放在網路上 所以我那時候的做法就是先找到 就你可能去打什麼MVC template之類 你就直接把這整份call過來 因為GIS它是Google服務 所以它call過來的方式 直接copy一份它的Google file過來 所以基本上它在share檔案方面 也是非常快 你甚至不用開Github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case 然後我覺得時間不太夠 我看要加快 好啊 還有另外一個case 那時候我在幫我同學 是做工人師獵頭 然後他們就會有個狀況是 獵頭其實就要是不斷打電話 進行打電話進行 所以我也幫他們做了這個service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直接講這個東西的亮點 這時候亮點是 當你今天是做這種後台 你要handle很多公司內部的人操作 你還要有辦法surf很多公司外部的人操作 但是因為你是用Google service G Suite它本身就會有一個用戶權限的設定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因為像我所有view 因為我真的超懶 我所有view都是用那個 Google form下去用 反正就是人員填一下資料 因為我所有的view都是用Google form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天生就已經內建好 你們公司全線管理了 因為Google form是可以管理全線的 那所以像這樣 你就做出了內部後台 跟外部後台的差異 然後最後提到的那個guide lab 就是這樣的 它的公司的介紹大概是長這樣 它比較精美 實際上我做的就是這麼醜 但是它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你所有人的資料 按照剛剛那個方式填進來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丟進APP 這其實是PWA 它就會自動全部整理好 所以你在做 就是你提供了服務的那個對象 它就是每一個操作人員 就直接人手拿著手機 就可以把你用GS做的東西全部加在一起 那這O2來說我自己覺得是相當方便的 那GS我覺得 其實它之所以能夠發展這麼久 在台灣還沒有一個很大的推進 就是因為它早期坑真的很多 但我覺得有感到Google的誠意 真的很認真在修 但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言 我們還是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剛講了很多好處 那你實際上開發之後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坑 那其實這邊還有一個最後 就很重要的建議是 因為像我自己會這麼喜歡這個東西 尤其是因為我的正職不是開發者 所以我其實不太需要handle很多非常嚴謹的開發 我大部分的開發都是開發自己爽的 就是能讓我少工作我就少工作 不用工作就不用工作 所以我對於程式的嚴謹性可能就沒有到很高 或者是我對於那種一定會掛掉error handling 就不會到真的要求的很重 這後面會提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公司內部用的話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handle 它可能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坑 首先第一個是 因為它是serverless 所以你可能是每個東西 就是以function based 你會call一個function去跑 JS overall來說跑的速度不快 原因是因為它的過程中 需要叫動很多Google的服務 然後叫動Google服務的過程 是慢的 所以我那時候看他們自己的那個開發者 他們就跳出來說 我們很快 因為我們的code本身是Vanilla JS 所以這邊跑很快 但是如果你叫到Google服務就會很慢 所以它是持平 然後之後overall還是偏慢的 那這邊的解決方法 第一個是 如果你是用free Gmail account 就是我們自己的 平時的Gmail account 都是免費的嘛 free Gmail account 它基本上只能跑六分鐘 每個function只能跑六分鐘 所以如何優化效能 或者是拆分任務 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第一個最簡單的解法就是 你直接換一個G Suite的帳號 G Suite帳號 基本上就是大家手邊的公司帳號 全部都是G Suite 那你就可以直接升級為30分鐘 所以通常這件事情就不用解決了 那如果你還是真的要解決的話 那這邊就有提供一些建議的方式 第一個是 因為我們剛提到 它真正的慢 不是code慢 它真正的慢 是因為它叫動的那些服務 它們服務很慢 例如說 你要叫 Spreadsheet Spreadsheet響應了半天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第一個做法 就比較推薦的做法是 你盡量要統一 統一一次叫這個service 舉例來說 像你可以一行一行的插入 Spreadsheet 你也可以先把所有資料全部 aggregate好 再一口氣進去 那這個 這個兩個的速度就會差到真的非常多 然後例如說 像Google Translate還有一個限制 是你好像不能在 一秒鐘裡面打三次吧 因為有一陣子我就是抓到一個字 就打一次 然後馬上跳錯 那像這個時候 我就會把 所有的字先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我會中間抓那個分隔符號 所有字先串在一起 統一丟 統一回來 然後我再把 就是拉回來的字串做處理 這樣也可以讓你的 就是實際上 跑速度開很多 我這樣快很多 所以這樣 6分鐘30分鐘 那問題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 有時候task還是太多 那這樣你就要做任務才分 就是例如說 你同樣一個很大的任務 例如說抓5000個網頁 你可能就要開始猜說 5000個網頁裡面前1500個 我可能先執行 然後 它再透過一個 它有catch service 就是它可以幫你保存一些資料 用catch service 也會總比你直接 拉一個中繼table速度來的快 所以 所以我做的就是 例如說 它會先跑1500個 然後存成一個catch 然後我第二隻程式 再接著去拿那個catch的資料 再接著跑 那這是垂直的 就是我把任務按照時間 要往下拉 那 有時候你也可以做平行的 就是 你中間有個catch service 做任務的管理器 例如說 它把1000個 1000個要執行的東西 全部記好 那你就同時用trigger 同時說 這個跑起來 這個跑起來 那每一個trigger 每個要跑那個程式 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去看你的那個 執行程式的pool裡面 還有東西沒做完 它就會撿回來做 然後做完之後 丟回給pool說 我做完了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把你的工作整個分散出去 因為 它是一個function 只能跑30分鐘 但是它又沒說你不能一次開6個function 所以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解決一下 你遇到的效能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真的 真的蠻累的 因為我主要都是寫parser 然後 這對我來說真的就很累 就是 它不能改user agent 所以 當你今天遇到的是mobile 的那種 所以它只有提供mobile web的話 就會遇到不能爬的狀況 那這真的就沒有辦法解 因為 這是GAS它的功能 你們不可以放 就是當你真的 開始跑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每次打出去的user agent 都是上面的那兩行 選一個啦 然後就是 所以 就會真的遇到問題 所以我自己的解法 是因為我真的不想要摸server相關的東西 所以 我的解法就會是 我會直接拿另外一個 更標準一點的服務 我就用google call function 先戳 戳完之後 GAS再去戳google call function 然後就是這樣透過 就是一個替身攻擊的狀況 就是我還是可以照爬 然後 我都還是不用處理server端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用google serverless的方式去提供 然後最後這陣子就是 最大坑 就是 GAS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原因不明的error 而且 這些error沒有辦法用error handling來處理掉 因為它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 你在跑的時候 你自己可能會有try catch try catch 你只是try catch覺得很開心 但它實際上 程式在跑的時候 它是 你往前跑 然後你有很多try catch的時候 它同時會呼叫外部的服務 所以有時候會發現是 你的主線程式已經跑完了 但是你會發現 它的整個系統 還沒有跟你說它程式跑完 因為 它在校洞外面服務 就是跑很慢的 那個 例如說spreadsheet的時候 它會需要跑很久 它總是掛在這一段 並不是掛在你本身的try error這一段 所以它會導致 你的error handling會失靈 這個情況下 就是真的是fatal 就是你沒有辦法把這個service救回來 那所以 如果你在開發的話 我會真的蠻建議 就是 平行分散這一段 是真的要認真思考進去的 所以像我到時候 我大部分的程式都會做平行的分散 就是 我同一個task 如果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是爬股票 我懶得重爬一次 我也懶得人工再處理一次 所以我就會同時叫三四個程式 然後透過剛剛任務分散的那一個機制 他們時間一到就五個一起爬 然後這中間任何一個掛了 我都沒關係 因為你任何一個掛都會有另外的 去檢查程式的破 還沒清理掉 他就把它執行完 那這樣你就可以擋掉 它真的一定會發生的這種error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就真的沒辦法 就是We are sorry的error 就是 We are sorry的error 我不知道怎麼解 然後看網路上也沒有人有解 但基本上就是 就是fatal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這個時候你只要先透過 因為它可以開很多隻trigger一起跑 那你只要先透過開很多隻trigger這方式 就可以解決 然後一般我們像提到那種 寫 就例如說寫 早上不用寫 週會 就是晨報的那種服務啊 都不會搞到 會出現這個啊 就是我 就我蠻多隻在跑裡面 唯一會遇到這個狀況的就是 我那個要爬五千多隻三個小時 苦不要爬蟲 那只有這個才會 只有這麼 這麼heavy的狀況 才會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你才有需要做很多error handling 那 基本上平時的情況 大體上都是還蠻輕鬆的 然後就可以把你的task做完 然後最後 小小的介紹一下 跟GS開發幾個 想用service 就是 第一個是 它其實是可以開接的 是因為很多人會說它是平的 但它其實有一個 它其實有一個小功能 是 你只要在檔名的時候 中間加slash 它就會自己幫你在它的界面上面 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幫你塗回去GitHub的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開 所以 這至少會方便一點 不會就是因為 就是所有資料都是flat的 躺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是 它其實有一個好用的小工具 包含 例如說 它會有GitHub助手 也就是說 你的服務 就是你不用回到local端 你也可以自動把你的東西 push跟pull 還有GitHub 然後做處理 然後還有 因為用dark mode比較酷 所以 你也可以用dark mode 比較酷 好 所以最後就是簡單的 跟大家做一個wrap up 所以第一個就是 GitHub 基本上就是 它有免費 然後不用處理server 然後 而且還可以用spreadsheet 這種很作弊的方式 來存資料的一些特點 所以 我覺得它很非常適合 它非常適合那種小型的side project 然後 欸 我project沒有打上去 然後接下來是 你可以透過google apps group 你可以很簡單的叫動 G Suite上面的很多service 那 你甚至還可以用它來host網頁 你可以用它來做API給別人戳 那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用來做 辦公室RPA的工具 因為 你所有辦公室會用到的東西 基本上 都在 GIS的防守範圍內 然後最後就是 它雖然還是有很多限制 跟不好用的地方 不過它的service在快速發展中 我們相信它 未來會慢慢改好 比如說它上一次update 今天就是被我閱讀 所以 就是感覺出來google 是有認真在維護它的 這樣 那以上是我分享 謝謝大家 有沒有問題 要問我們講者的 還有問題 還有一點時間 請問你寫 有閒那些東西有開月嗎 喔有有有 有有 有有 有我都開 因為反正我寫的東西 因為沒什麼價值 那Github自己再貼一下 好 請問一下這個googleappscript 不會畫帳號 就是譬如說有兩個google帳號 那我一個google帳號 然後連動另外一個google帳號 那一些google帳號 應該 我不太確定 我們兩個講的意思不一樣 但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它管理一份googleappscript的 script本身的做法 就跟管理任何google的google docs 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分享出去 那這樣就可以兩個人同時 是不是同時我不知道 同時有點可怕 但至少兩個人 就可以access到同一份文件 所以甚至連Github這邊的工 有時候可能都不見得 是完整的需要 只是就會有紀錄的問題 紀錄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還是要用Github 就是每交一個版本 就留存一個檔案 不然兩個人同時 改一份文件 就很像我們一般 遇到google doc一樣 就是改後 也不知道到底改了什麼這樣 還有嗎 好像是有的耶 但是我今天都沒有遇到過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但如果你是去戳人家API 拿一大份非常大的資料的話 這個我沒試過 但可能要看一下它的文件 但是你爬那麼多 它都沒有爆掉 喔 這邊的話 它是有留樣限制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遇到過 所以應該是沒有 我記得它好像 光是免費帳號 可能就可以爬上萬次了 可能是3萬還怎麼樣 但就是它可以做很多次 然後例如說 它寫入 spreadsheet 也會有限制 但我記得它好像限制的是 800次還幾千次 就是我會沒有記得 是因為通常那個限制太高 我覺得我可能不太會遇到 我就沒有在特別記 但至少 像剛那麼intensive的狀況 基本上是沒有遇到 有問題 還有嗎 喔 這是我那時候遇到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是 就是有一些的算法 它是有變成 就是CDN 就是import進來的 舉例來說 像一些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用 correlation function 就是 correlation matrix 那些工具是有 有人是可以用CDN的方式 那 除此之外的話 真的就比較麻煩 可能就真的會需要自己科 那 JS它其實是有部分支援 NPM的套件 就是 那就是它每一個 我們常用的 NodeJS套件 你可能要先看一下它有沒有 Google Web School支援的版本 我今天是通常找不到 所以 我覺得這邊就真的是它一個缺點 還有嗎 還有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謝謝今天的講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